聊到成人娱乐产业 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就是日本 但最近这几年不一样了 台湾居然有本土的成人娱乐业者 也串起来了 里面好多的本土女优 很多人变成他们的女神 但是最近这个Swag 传出了一些不单纯的事件在这里头 干哥 来解释一下Swag到底怎么了 好OK 我们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刑事警察局的电针大队 他们去取缔了这个叫Swag的平台 好这Swag的平台呢 他们现在警方初步查出 三年的金流超过12亿啊 太夸张了吧 三年怎么赚12亿 对你想想看 这12亿怎么来的对不对 它的金流那个账本 是 好了我们不能讲账本 因为那老一派说法 那是在电脑的词叠档案里面 吓死人 那个一笔一笔 是 那个电针大队的那个刑警他们说 目不暇击 多少 最少五百一千 最多你知道一笔直接抖那你多少钱 你知道吗 多少钱 他们看到最大的一笔 那个零零零零的数不完啊 你知道多少 大概有七位数 百万啊 对就有这么多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等一下解释给你 好我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你知道Swag它蛮特别的 它是采用一对一的视讯聊天方式哦 这样我可以抖到一百万 那难怪十二亿是不为过 没有错 你现在其实小豪你也讲到了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我是一对一的 而且我保证你抖内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会从镜头里面跳出来跟你一起吃饭 直接面对面与约会 这个魔力就这么大 那你说其实大家听起来说也不为奇啊 只有哪有多奇怪 那你就错了 我告诉你羊毛出在羊身上 而且要引军入瓮的话是有步骤的 哎呦 有计划的 交战守折来一下 对交战守折 先讲一下它的那个背景 Swag平台 它是这个可以说算是我们这个戏剧圈 娱乐圈里面 大哥了 也算大哥了 对 它是2016年的时候 有钱LA Boys的成员黄立成 黄立成是我们圈子里面非常会赚钱的一家 其实我跟他几次同胎 我就觉得说 哎这小子 哎不是啦 这大哥啊 真的很厉害 很有生意头脑 OK 好 那他呢 在2017年就差不多一年多之后 他就卖给了一名叫流姓男子的 然后呢 他说里面就有很多像就18禁的那种画面 OK 不管怎么样 其实黄立成很快就卖给了这个流姓男子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Swag平台做得太好了 是 你也知道 他有另外一个平台 黄立成有一个另外一个17 有个17直播对不对 17直播 那个时候就是用很漂亮的主播 对 来直接比如说卖东西啊 讲故事啊等等啊 那但是到了Swag平台 就有一点走样 染黄了 好 那这个流姓男子 他自称了 他33岁是工程师出身 那因为他为什么 会有这个想法 要去买这个平台呢 第一个是因为说黄立成已经把它经营得很好 第二个是因为他到了日本的信产业非常重要 叫DMM 我特别介绍一下DMM DMM是在日本是等于是整个全日本都行得通的 就是他是在大日本的影音平台里面的第一品牌 他的第一品牌 他平常他的光是以前在 听清楚 录影带时代 录影带时代 这公司非常久 DMM 他的录影带时代 一个月卖10万支录影带 这么多啊 都有版权的 你不要倒映 你不要倒考是不行的 不是我好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多寂寞 10万呢 日本有现在多少 有两亿国民了嘛 我还记得二次大战的时候是一亿 现在是一亿五千万还是两亿 我不太记得了 那我可以告诉你 日本的展览比台湾多得多啊 所以我告诉你卖10万支不奇怪 那到进入影音平台的时候 他真的没有办法算了 你知道吗 其实DMM这个都 这个把持在日本的黑帮底下 上次我讲过了 所以他是以企业化来经营的 刘信男子他看到DMM的 这个影音平台这么成功的时候 他说我相信我可以把台湾 我刚买下的Swag做成日本 对日本的跟DMM一样的 台湾版的DMM影音平台 那我们现在讲 他等于是情色交流平台 那问题是在警方的眼里 这根本就是一个 妨碍风化 妨碍风化的色情平台 不管情色或色情 我老实讲三年来 他已经金额流通 12亿耶 有没有赚到这么多 我今天讲句实在话 只有他自己知道 小豪你看我们现在讲的 水滑山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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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了半天 陈伟登都看不到 对我们看不到 那像陈伟登啊 陈伟登看不到啊 好来看一下 这个平台运运出很多的女神出来啊 今天为什么 大家不要就说不要说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 大家看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帮他们推荐 不是 我们要解释给各位听 为什么他们能够掳获这么多宅男的心 好 这是谁呢 这叫可可 可可 可可你今天看他这样 你以为他18岁对不对 错了 他实际上已经34岁了 看不出来 他绰号叫暗黑无配磁啊 皮肤跟无配磁一样好啊 他有很多剧照里面他其实长得跟无配磁很像 是有点像 对有点像 那其实老实讲 他这个还没有好好的装扮 对 老实讲他 他说他两年拍50多部影片 平均的月入是30万以上 30万 两年来30万 那我问你 一年30万的话 就是等于720万 是 就720万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各位不值 好不好 不值 这只是他告诉你的 实际上 但是我最好奇的是看哥 对 他一个月可以赚到快40万 请问 他怎么赚的 他是有真的深入到一些 你知道 肌肤的接触吗 还是说只是靠讲话就可以赚这么多 光靠讲话 我现在要特别让 在镜头前面有看的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里面 有看的这些宅男 或者你根本不是宅男 你是足科的工程师也好 男科的技术师也好 不管是任何人 如果你们有在看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脑袋要放清楚一点 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跟他有真正的肌肤之亲 而你刚刚有问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光是用讲 光是用他可能在这个镜头前面 他可能漏肩漏腿 坦胸 漏肥等等 他可以到这种地步 那个叫做一个市场的 我跟你讲就是把肥羊调上来的那个学问 不是那么简单的 等一下我们慢慢来讲 那可可呢 他因为跟谢和璇 谢和璇大家也知道 哇这个雨不惊人死不休的 他们你看壁东啊 壁东是他发明的 不是啦 我就跟你讲说 他跟他合作拍片 那所以说他几乎已经是swag的正台之宝 一姐啦 一姐对 网友称他不会输给 什么我们以前的什么那个 什么日本的女优对不对 有很多 我家名字通通一时都叫不出来 我跟他讲 网友给他真的给他封号 所以五个心上去说 他不会输给一级的AV女优 好 所以你看到 他就是因为是一姐嘛 最近swag不是被警方盯上吗 他第一个就被警方给约谈了 对他第一个被警方约谈 但是呢 其实他老实讲 还没有这个来的夸张 是 这个才叫真正的 这个算是二姐了吧 他的财产收入也是蛮厉害的 对这二姐收入不会比他少 对对对 那但是呢 因为他有名在哪里呢 他有名在这张照片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诶 四成相似 台北捷运吧 这么大胆啊 记忆犹新号 OKOK 电针大队已经把他找来了 是 约谈的第二个就是他 后来你看 哇 你看真正在 你看他有灯光哦 对啊 这是北捷车厢啊 然后呢 你看他上面干干净净的哦 这是不是真人入境在北捷的车厢里面啊 我跟你讲 第一时间很多人都相信 这如果真的是的话太夸张了 非常夸张 对 你真敢啊 结果呢 台湾已经变成这样子的吗 应该不会吧 那秦射台北了吗 对 可以吗 所以电针大队不能够同意 对不对 坦白讲一句不是 不是 这个车厢是他们跟废弃的厂商买的 哦 这个场景在细致的一个山上 是是是 重新装潢整理之后 我告诉你光它 这个跨装 是 打理灯光 以及拉线的这些揽线的这些工作人员 就有二十几个 所以大家要知道 人家做情色影音平台 是 非常专业的 professional 非常专业 所以大家就以为说 这惊世害俗 对不对 后来倒案之后才说 不是啦 我们用的好洗啊好洗 你就是说我们可以捷运车站 射到这款的啊 你不要神经病的 我跟你讲没有这种事情 好OK 看到的话网友可能会暴动 对 如果真的有这种场景 在我们的北捷车上 是 捷运警察队是 一定不能够容许的 对啊 好 这位 第二位 她是专职的吗 她不是专职 不是专职 她真的不是专职 因为警方约谈之后发现 她还真的有工作 真的哦 她做一个会计 然后她说拜托你不要讲出去 是 你讲出去的话 我的工作就没了 你还要什么会计工作 她月入也是三十多万啊 哇 然后呢 她比刚刚我们讲的 暗K 可可 吴佩茨 对 竟然还要多四岁 三十八 你看 三十八的腿 三十八的脸 不可想象对不对 好 这是不是滤镜开很大 不是 你要认为滤镜开很大的话 一定是很多网友的质疑 我待会就告诉你说 不是 不是 本人更漂亮 这是事实 为什么 干哥见过 真的哦 对 我见过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 那所以说 Swake平台 他们能够掳获这么多宅男的心 它是有原因 有道理的 OK 好了 那他现在 就是说 他拍的比刚刚才的可可还多 对 还拍了73部了 那可能收入都已经上了千万了 那他叫爱子 那很多的这个粉丝约见面 他就讲说不可能跟你做性交易 就刚刚干哥前面讲的 但是呢 不会让他们来碰我 因为大部分都是肥宅 我是看不上眼的 听到他这样子讲了以后 现在你如果还有在斗内的一些 年轻的宅宅们 你自己心里想一想的话 他都讲这种话了 你的感觉是如何 来 没关系 干哥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一姐还是二姐 他们都强调是卖艺不卖身 对 对不对 卖艺不卖身 对 那干哥老社会 最后我会告诉你 他们是用什么手法 好 第三位 漫漫 漫漫是 长腿女神 你光看这个照片 你就会心动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他身高达172公分 他在镜头前面的时候 都是光那双腿 你就昏了 对 然后再看到他的身材之后 你会觉得说 哇 那真的是宅男们的上选极品 难怪网友们都晕传拼命斗内 对 好 那这里曾经有周刊记者 假冒粉丝 假冒粉丝呢 他斗内了多少 你知道吗 多少钱 就是说一个斗内 就是说斗内香水给你 香水只是这种名词 对对对 一个香水 代币的感觉 代币对 就像比特币那种代币的感觉 一个香水是5000块 斗内三个是多少钱 三五十五啊 一万五千块 斗内了三个以后 就希望能见面了 那真的会出来吗 那你就 你就我跟你讲 那你就 意想天开是不是 春秋大梦了 一万五千块 你就想把它约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好 我告诉你 你到底要斗内多少 才能够呢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 对 就是说你在玩的人 他们知道说 但是行情至少知道 三百万钻石 我们刚才不是讲香水吗 对 像一个香水是5000 对不对 那你三百万钻石 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花多少钱 去买三百万的钻石 不是真正的钻石 而是等于你是钻石机好了 对 我今天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钻石的话 就是一颗钻石 你十五块 可以买一颗钻石 大概一比十五左右 就买这个虚拟货币这样子 就是虚拟货币 那你呢 至少要三百万的钻石 那除以差不多十五十六 等于差不多十七万元 很贵耶 十七万耶 你刚刚用一万五 就想要跟他见面 我告诉你 十七万只能见一次面而已 是 但是我现在也要跟各位讲 有人真的这么干了